各位大家好 今天就講一個很爭議的題目 我也想講得很快 就是關於《級十九歲的我》這部片 張遠亭導演 羅啟銳 張遠亭 兩位都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拍的《歲月神偷》 《秋天丁》動畫等等 大家知道了 羅啟銳在去年過了一生 但其實十年前 張遠亭導演開了一個project 在他的母校 英話女校 去跟進 你可以說追蹤 甚至現在有些情況 甚至是偷拍 因為還沒有完全的同意 拍這幾個女生的成長 拍了出來 其實之前都有公映 但是有很多人都覺得很好的推薦 也都當中有比較信仰的元素 但是隨著一些東西越來越多 尤其是轉捏點 某個程度 其實那些的女生 其中有些就不肯 去承認這件事 就是說 根本我沒有讓你們這樣去拍 根本一早就說這套片 又在校內來播 接著就公映 跟著還說要去影展 根本就沒有 還有很多是涉及個人的私隱 也都在拍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其實不願意等等 到李衛詩就出聲了 關李衛詩什麼事呢 原來這位張遠廷導演就被揭了 在他裡面的片裡有一段很短的 關於訪問李衛詩的 那時候他就在日本那裡比賽了 原來張遠廷那個訪問 她沒有許可進入會場 接著那個訪問也沒有去問過李衛詩 或者他們那個團隊 他們那些有經理人的 可以去將他放在電影裡面 所以李衛詩就在Facebook Post 氣到震 這樣說 鼓勵些人 叫些人不要去看 那一直越來越多 現在就停工演了 但是整件事 就是我講一個這樣的背景 其實大家如果想知道 就可以看那些內容去跟進 因為最近很難 我也沒什麼興趣去看這些成長的片 當然有意思 也有很多人推薦 但是都未及去了解清楚 就有很多入於醜聞的東西走出來 我關心的 我就不講很多其他人的觀點 或者我有些觀點消化了我自己 我就從一個基督教的角度來看 尤其是從一個見證的角度來看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而已 就是一個作見證 就是你去share一些好東西 你要去 要見證耶穌基督 那他本身 他是share母校 這個英華女校 英華女校 英華女校 基督教的背景的一個名校 那就是他當中很share即是基督徒的那個見證 還有其他不同人的成長的 對於學校 怎樣關愛他們 或者他們的經歷的一些反應 就是側寫的見證 他就不是說share 你要相信耶穌 信耶穌 不是那隻 但是當中也都很強調張遠亭 是一個基督徒的 但是我們在說一個問題 李維斯也是基督徒 我也說過李維斯的見證 那是不是你做見證 你就大了 或者你是一個 就算不是做見證 他是一個goodwill 為母校去籌款 或者是將這些 拍到這麼好的戲 來供諸於世 讓人去看到成長的掙扎等等 就是一種教育作用 或者是等等 但是 只是這一點 就是你可不可以做一件這樣的事 它不是一件問題 就是你達到目標 你是用什麼的手段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不對的手段來達到目標 這個向來都有爭議 一般的答案都是道德上 這個不合理 我可不可以殺了一個人 接著我為了救一個人 這個當然是有個灰色倫理地帶這樣的情況 但是逐件事去稱 大家會看到 整個學校 似乎十年 是吧 他拍片的時候 其實那些信件給家長的 他也不是認真得到他們的同意 同意都不是這樣的 也有人指出 就算同意了 這些紀錄片 就是那個當事人如果他後來想withdraw 他是完全可以withdraw的 就不是說超像權那些 寫了那些條款 這件事又不是那件事 加上張婉萍他不是不認識的 是吧 他本身都是拍幾個片出身 他知道那些東西是不對的 他有一點騙騙騙的 然後當事人有些一直都不想拍 甚至更加不想公映 讓人知道他們的東西 但是他就要騙騙騙去做 以至成事這樣 到最後真的要公開公映了 爆到出來 那些人 就是他們那些當事人就寫了一些文章 吵 李慧斯吵 這樣 發覺原來真的有很多問題 再講 可不可以你做這件事 達到這個目的 就犧牲你的誠信 或者你根本沒有誠信 是吧 騙人 就是不老實很多事情 就為了達到你的目的 你是不是為了自己的拿獎啊 或者你自己一些私心啊這樣呢 所以其實 等於那時候我們說 我們可不可以用羅亞方舟的發現 來去推動講福音呢 不是不行 你是真才行的 你那些東西根本就不行的 是吧 又不是真的 是吧 其實根本自己可能被那些匯德做人騙了 跟著又拿到那塊木 又完全都不適合考古的常規去做 跟著就告訴別人我發現了方舟了 因為那塊木 如果那塊木呢 就在山上這樣拿 就是有太多漏洞啊 但是不斷宣傳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正確呢 根本不可以是這樣做 是吧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呢 這次就不行了 還有他的態度也很不行 就是遮遮掩掩 還有就是最搞笑的就是 做到禁影 就是不是禁影了 就是不拍了 他們終於跟著了 最後一次播的時候 然後說全家居 我不知道那些人知道了這件事 是不是偷窺心態去看呢 但是張遠亭竟然說 我現在好像愛麗絲目人仙境一樣 就是還有多次的記者會 就是那個adjective 就是我們是拿了他的同意的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死不肯認錯 是到好像這一兩天才說 就是錯了 我們開心點啦 就是那個當時人 就是張遠亭就說 你開心點啦 我們不拍的啦 就是這些這樣的態度 這些這樣的說法 就是令人很反感的 那我知道開始的時候 就是這個project 十年前就是另外一位校長 叫石校長 他就很確實了 他就在自己的facebook 就是有一段聲明 那個道歉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很反思到 就是我們基督教的圈子裡面 你做見證呢 你怎樣做見證呢 那另外還有一樣說 就是被人撿著來講 就是因為他裡面有個內容就是 就是我們要用愛浸死他們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耶穌的愛浸死他們 這個說法呢 就是其實我聽起來都覺得很誇張 那當然啦 就是有時候在修詞上面 就是我們會誇張發 就是我愛到你死 不過就是一講到這麼激 你很難回頭啦 還有就是你是不是要用這個修詞 好 現在爆爆這件事了 接著就被人撿著 就是現在不方不浸死我們 就是那些當事人 你那些愛 就是講到那個 你說你是用一個基督的愛 或者你是用愛 來到他希望幫助你 或者是浸淫到你 就是覺得overwhelm 就是很感受到愛 但是向來呢 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覺得不要撿著他羞恥啦 就是雖然可能他背後都會有一種 就是好像有一些很硬 或者用他那一套東西來去愛人這樣 就是有時候我們都說家長啊 或者一些情侶啊 就是我是要用我那種愛去愛 就是講的時候呢 就變得很manipulation 就是想操控這樣 說我的愛是沒有其他的愛 比我的愛更大 就是我要這樣愛你 你要跟我這樣做 背後一句 那你說用愛來浸死那些學生這樣 那是不是一個好的表達呢 是不是一個好的態度呢 我就認為不是那麼好的 如果真心這麼想 因為很多時候呢 講開基督教那些的報道啊 那當然很多教會學校呢 就不是很做傳福音的 就比較高一點啦 有一些教會學校呢 就很強調那個福音的 或者那個品行啊 那但是其實 難拿捏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傳福音 但是你是不是逼人信耶穌呢 那其實呢 因為小朋友小一點的 他沒有啊 他只能夠聽你這麼說 但是他心裡面顧顧顧顧 或者反叛或者不接受啦 那但是如果你真是去愛他呢 其實都有一個尊重在後面 就是你不是逼他做些什麼 就是我往往愛你 所以我逼你這樣做 但是其實是有一個尊重的 就算我和我兒子 我和他交往 我都不可以這樣去表達那種愛的嘛 就是愛是有理智 愛是有一種尊重啊 接納啊 就是個個都好像在你之下這樣 我要愛你啊 這樣 這樣的態度這個 這個不是這麼行的 那尤其是教學校 如果你傳福音 就是不斷轟炸式這樣 就是當中呢 他們寫的那些文章啊 或者有些英話校友都有表達到的 那很多人都分享或者參考 就是其實就是 就是他們用的那個方法 可能就是你不聽話 我就繼續用聖經去掩你啊 就是感化你啊 那不是不好 那但是就是以我傳福音 我又覺得呢 有些情況呢 我們是要給空間和let go 就是實在不可以強行來喔 你強行來使他更加反感 也都在我傳福音裡面呢 不少接觸到有些人 就是因為呢 在他學生的時代 在教會學校啦 尤其是 這樣去讀書啊 有些傳福音的方法 或者同學 有些老師 他們做的事 以至呢 他很不想信耶穌 因為他就是 一直不斷被人迫 不斷被人迫 那這件事呢 很反映到這個的取態 有這樣的氣味 我覺得我們做基督徒 還有教會 還有機構 學校 值得反思的 你怎樣去同學生傳福音呢 這樣 你說做見證啊 是逼他啊 還是幫助他呢 那個愛呢 怎樣去愛呢 是要小心去思考 還有怎樣去實踐的 有時候 你以為愛人 但是呢 就使到人受傷 那這件事呢 都有這樣的 那當然 就是我們不是 我們只能夠從 很多的人的分享 無論是校方 無論是那些同學 當事人 那個導演 他講的 我們去判斷 但是你都看到那個圖片 就是有些不妥當 是吧 這方面最後呢 在這件事裏面 收到有些 就是我看到很多post 很多資料這樣 就是講這件事 那有一些可能是 對信仰會有疑惑的 或者是有些反感的 那他在留言裏面 曾經說 就是這樣來的 揭人思恩 真的不OK的 那你其實聖經很多裏面 都是揭人思隱 都是不好的 那就是 就是賴到聖經了 那其實 就是我和我太太 都在那裡談這個問題 那首先呢 就是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就是 就是說 聖經揭人思隱 和這件事 去揭人思隱 或者是嚇人思隱 就是逼人去 被你去拍一些私隱 接著播放出來 那完全兩件事 是不是 聖經那種是什麼呢 都要逐件稱 但是呢 其實很普遍的聖經那些 都所謂揭人的私隱 就是一些罪惡 是吧 就是很多時候就是一些 last resort 就是一些很特別的情況 真是不揭不得 尤其是呢 很多時候反而是反強權的 譬如說 大衛衰到幾次了 是不是 那如果不是有 那單先知啊 那些人呢 去提他呢 就是他 所有權力集中他在那裡 他來到 借刀殺人嘛 來殺呼利亞嘛 拿到老婆嘛 那如果不是那單先知 去神的說話去提他 揭去私隱 是不是 他哪有悔改啊 是不是 那大衛他馬上悔改 就是他被私隱那個 他不覺得有問題 就是當然啦 其實如果他是一個 就是不肯悔改的人呢 他都可能殺了才知道 也不成功 那但是 就是這些情況呢 就是神 他自己用一個 他那個 神本質上 他是瞭解萬人的心 所有人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的嘛 但是他不是周圍揚殺人的心思意念出來的 不是嘛 他知道 但是他會去處理 也都按著每個人的情況呢 去提醒他的 那麼你看見 大衛就是這樣被提醒的 而他又會悔改的 你看到很多次都是這樣 不過有些是很極端的 比如說 少人傳這樣 阿拉利亞 薩菲拉 兩個夫妻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 就是說奉獻 其實就是騙人 騙神 就是說我奉獻了所有的啦 但是其實就想連神都騙了 但是那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神 揭出這件事透過使徒 並且審判 即時死亡 他們 那你說為什麼這麼極端呢 因為 在聖經裡面是兩件事來的嘛 聖經 神 當然不信的人 是很難解釋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說一個信主的人 我們承認有神 而這個神是所有人的心思都知道 還有祂有全部的能力 就是祂是創造主審判主的話呢 祂有那個權柄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看到聖經都不是隨便揭人私隱啊 然後就揚出來啊 就是這樣的 反而很多時候就是在一個 那些犯罪的人 他在那個權力的裡面 就是沒有人能夠制裁他 去到有些時候 神要揭出他 揭出一些隱情 去揭出一些東西 甚至做一個審判的情況 就是甚至聖經裡面 對一些的皇帝都是這樣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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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都是揭示他的問題 然後他又受到審判等等 那所以 就是很難利用這兩件事比較 那我看到 當那個Facebook的post分享的時候 凌福真博士 就是都有一個回應的 因為講到關於歷史 就是如果你說古代歷史 和現在那個所謂私隱的保護的標準 是兩回事來的 以前沒有這些東西的 第一 不可以用這樣去看古代 就是聖經都是一個古代的歷史 是吧 著作 還有就是那個性質是有不同的 是吧 就是甚至就是說 你歷史裡面 有些人可能已經過世很久 那你說他那些 就是 那些 就是私隱 或者內情 那些 就是在古代 特別講古代 是 不是有一個不道德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們 就是不可以用我們現代人的那個 去套下去聖經 不過 這個就反映到 就是當這些事情 有些基督徒 所謂基督徒 他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很good view都不頂 但是 當其他人去看 其實你是不是在作見證 根本就失去見證 因為人家就會有這樣的反應 我都不說說 張遠廷他本身的信仰是怎樣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的信仰是怎樣 就是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他跟另外那一半是同居的 那如果你說一般來講 基督教的立場 他這一種的行為呢 就是其實不被接受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回教會的 就是會不會是一種 要拿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說信神的 他就拿來用 跟著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從這裡去看 就是那個 就是如果你說作見證 那你本身 就是我不用道德來論 你和人同居對不對 不是說這件事 和這個混合起來 但是當你在很多件事處理的時候 發覺那些人發覺 哇 原來你這樣做事的 原來你這麼沒有誠信的 哇 這樣怎麼可以的 你又不是保護人的 你只是說愛 你那種愛是什麼來的 那人就會聯想你 你那個人的生活行為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吧 你怎麼可以表達到基督教的信仰 你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就是這些就是那個問題所在 所以我想我講到這裡 就是從一些 就是想了兩三天 跟我聊天聊天聊天 又看看那些文章 就有很多很值得討論的東西 那我就奉勸 就是大家作為基督徒的 給予此的鼓勵 小心 就是做見證 就是不是亂來的 有時候 就是有些底線是要守住的 就是如果不是你反見證 我覺得那個所謂就是 就是根本就 你想作見證 但是其實就即時失見證 是吧 那這件事也是很可惜 好 那有機會我們再談 歡迎留言 或者subscribe 和share 分享 和我的channel 拜拜